公务员法概要 十三公务员之财产申报 一、立法过程与目的 立法过程、财产申报为法定义务 八十二年七月二日制定公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全文十七条条文 八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修正公布第七条条文 八十四年七月十二日修正公布第七条条文 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全文二十条条文 九十七年一月九日修正公布第四条条文 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第四、二十条条文 行政院于九十七年七月三十日院台法字第0970030500C号函 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施行细则自九十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二、应申报人员 一、法定申报义务人该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至十二款 一、法定申报义务人该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至十二款 二、核定申报义务人该法第二条第一项第十三款 职务性职特殊、金主管府,愿核定有申报必要人员 三、代理申报义务人该法第二条第二项 四、公职候选人申报义务人该法第二条第三项 五、指定申报义务人该法第二条第四项 经调查有证据显示公职人员生活与消费显超过其薪资收入 六、兼任申报义务人施行细则第九条第二项 二、法定申报义务人该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至十二款 一、总统、副总统 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副院长 三、政务人员 四、有计职之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及战略顾问 五、各级政府机关之首长、副首长及职务列 检任第十职等以上之幕僚长、主管、公营事业总、分支机构之首长、副首长及相当检任第十职等以上之主管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司法人之董事及监察人 六、各级公立学校之校长、副校长、其设有附属机构者、该机构之首长、副首长 七、军事单位上校编接以上之各级主官、副主官及主管 八、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选举产生之相、政、市及以上政府机关首长 九、各级民意机关民意代表 十、法官、检察官、行政执行官、军法官 十一、阵风及军事监察主管人员 十二、司法警察、税务、官务、地震、会计、审计、建筑管理、工商登记、都市 计划、金融监督管理、工产管理、金融受信、商品检验、商标、专利、公路监理、环保机查、采购业务等之主管人员 其范围由法务部会商各该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其属国防及军事单位之人员由国防部定之 三、申报类别、其间及申报日 一、旧、道、职申报、旧、道、职三个月内申报 该法第三条第一项 二、定期申报、每年十一斜线一致十二斜线三十一申报 施行细则第九条第四项 三、代理、兼任申报、代理、兼任满三个月起三个月内申报 施行细则第九条第三项 四、核定申报、申报义务发生后三个月内申报 五、指定申报、申报义务发生后三个月内申报 六、解除代理、谢、离、职、兼任申报、丧失身份起两个月内申报 该法第三条第二项 四、受理申报、该法第四条 一、向监察院申报 总统、副总统、五院政、副院长、政务人员 有几支支总统辅资政、国策顾问及战略顾问 县、市、乡、政长及名义代表 相当、兼任十二职等以上之各级政府机关首长 公营事业总、分支机构之首长、副首长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司法人之董事及监察人 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及副属机构首长、少将以上主官 本奉六级以上法官、检察官 二、向阵风机构申报 上开以外申报人 原则上向其所属机关之政风机构申报 无政风机构者 由其所属机关指定之机构受理 如人事事 三、向各级选举委员会申报 总统、副总统及县、市及以上公职候选人 注意事项 公职人员具有本法第二条 第一向各款所列二种以上身份者 应分别向各该受理申报机关 够申报 但受理申报机关 够为同一机关 够者得合并以同一申报表申报 施行细则第十条第一项 夫妻分别具有本法第二条 第一向各款身份者 应依规定各自向各该受理申报机关 够申报 施行细则第十条第二项 五、应申报标的该法第五条 一、不动产、船舶、汽车及航空器 全部逐笔申报 二、一定金额以上之现金、存款、有价证券、珠宝、古董、字画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 分别每人、累计达、含、一百万元时、珠宝每件达二十万 即应主笔申报 三、一定金额以上之债权、债务及对各种事业之投资 分别每人、累计达、含、一百万元时、即应主笔申报 公职人员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前项财产 应一并申报 申报之财产 除第一项第二款外 应一并申报其取得或发生之时间及原因 其为第一项第一款之财产 且细于申报日前五年内取得者 并应申报其取得价额 六、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年度工作 一至二月办理抽签作业 三至五月实质审核送审作业 预案、财产资料查阅 六至八月办理实质审核 九至十月授权作业 预案、个案查核 十一至十二月定期申报期间 全年度通知申报义务人申报 通知申报义务人申报 通知为服务性质 纵未通知 申报人亦不得借此谢免其法定义务 但实物上申报人可作为抗辩理由 确实掌握申报人名册 申报种类及期限 申报期间开始前书面通知申报人 请申报人签收为宜 基先预防公职人员于其申报财产制遭财拔 一个受理申报机关 够应确实掌握机关人事动态 并基于服务机关同人之立场 致迟于申报期间开始后十日内 即时以书面个别通知 各该申报人应遵其申报 并请申报人签收 二申报期限借满前 请再次提醒申报人紧速申报 已以书面为之 如以电话、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提醒者 请制作书面记录被查 必要时由阵风人员协助申报人完成申报作业 防止于其申报情事发生 三如已发生于其申报情事 请及时通知申报人紧速申报 致迟应于于其7日内为之 并请申报人就于其原因提出说明并举证为凭 如申报人迟未申报 请持续催促申报人 并制作书面记录被查 七、审查作业及裁罚处理流程 刑事审查 申报表格式是否正确 基本资料页是否填写正确 申报内容有无明显错误或遗漏 实质审查 依查调资料审核申报表内容是否正确 刑事审查项目 各财产项目应填写栏位是否均已填写 如股票股数、基金单位数、净值、总额等 私人债权、债务是否填写债务人、债权人地址 以利后续审核 指本申报者申报人是否确已签章 并填写交件日 新号注意 受理指本申报表应制作收据与申报人 申报不识太阳 漏报 申报人未申报 寒查申报人存款有100万元 申报人却未申报该存款 申报人漏报存款100万元 短报 申报人少报 寒查申报人存款有100万元 申报人申报80万元 申报人短报存款20万元 义报申报人多报 寒查申报人无存款 申报人申报100万元 申报人义报存款100万元 新号注意事项 申报不时金额细漏 短 义报之总额 不得扣底 据申报标准之财产项目 如存款 有价证券 债权 债务等 如属易报 请注意查核结果是否未达申报标准 审查结果通知 一任有故意申报不实情事 且应与财罚 将审查结果曾报法务部 经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案件 审议委员会审议决议财罚后 制作财处书送达申报人 二有申报不实情事 为任无申报不实故意 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资料审核及查阅办法第十条 第一项规定受理申报机关 够任申报人非故意申报不实者 应将查核后知正确财产资料对照表付于原申报表 并通知申报人 三位发现申报不实情事 亦请通知申报人 相关函事 受理申报机关 够为政风机构时 其所属机关首长 副首长之财产申报资料 由上级政风机构查核及处理 无上级政风机关 够 这 已由法务部查核及处理 受理申报机关 够为政风机构时 未免查核机关首长及副首长财产申报资料有所顾计 故由上级政风机构或法务部进行实质查核 而非发现有申报不实嫌疑时 使由上级政风机构处理 基此 未必免受理申报之政风机构于查核其政风主管人员时 有所顾虑 自应比照上开规定办理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程序中申报 查核及财阀等各阶段 本法第四条 第十一条 第十四条均有明确管辖权分配 应回归本法规定 即已申报人申报时之受理申报机关 够 为断 裁罚机关与裁处权时效 监察院 受理机关为监察院者 由该院处理 法务部 受理机关 够为政风单位或经指定之单位者 已由法务部处理 依本法所为之罚还 其裁处权因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 该法第十五条 为因应该法公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资料 接受全民监督 需比对历年申报资料 采处罚还之时效不宜太短 又考量时效期间太长 对采处罚还机关调查相关事阵容有困难 原将罚还采处权之时效定为五年 处罚确定之公告 有申报义务之人受本条处罚确定者 有处分机关公布其姓名及处罚事由于资讯网路或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 该法第十二条 第六项 有信托义务之人受本条处罚确定者 有处分机关公布其姓名或名称及处罚事由于资讯网路或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 该法第十三条 第四项 该法各项罚还 故意隐匿财产者 处薪台币二十万元以上四百万元以下罚还 第十二条 第一项 财产来源不明者 全年薪资所得总额一倍以上者 无正当理由未为说明 无法提出合理说明或说明不实者 处薪台币十五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罚还 第十二条 第二项 于其申报或故意申报不实者 无正当理由未依规定期限申报或故意申报不实者 处薪台币六万元以上一百二十万元以下罚还 其故意申报不实之数额低于罚还最低额时 得酌量减轻 第十二条第三项 财阀处理流程 受理阵风机构初步审核 阵风机构审查结果发现申报人有故意申报不实之情事者 因填据财罚成报单 报请主管机关正风机构审查后 将审查结果送法务部处理 法务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案件审议委员会审议 原刑政处分之执行 处法律令有规定外 不应提起诉愿而停止 诉愿法第九十三条第一项 注意事项 务必确认刑事审查是否完备 错误或有重大瑕疵的申报表将不被认可 为认定事实之依据 如申报日错误 表格不符规定格式 重要修改处为签名或盖章 申报表金抽缓 确认行政调查程序已完备 承报财罚项目是否均已请申报人说明 行政程序法第102条及行政法法第42条 是否就当事人有利 不利事项一并予以审拙 行政程序法第9条第36条 请确认承报资料完整及正确性 除减负比对不符资料外 即便比对相符部分亦需一并减负 使用查核平台办理时值审核者 仅需在含查不符部分